二手楼市升势稍微放缓,地产代理行最新公布的主要二手屋苑楼价指数,年升五个星期后断纜,按周下赛约0.9%,为一月初后最大单周跌幅,有蓝丑屋苑业主趁市场仍有承接力,近期全速沽货,红磡黄布花园两房单位售750万元。 辣椒界满后转手,维持货约三年紧升值约7.8%,上述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报186.68点,而大型屋苑、中小型单位及大型单位楼价指数,同期都分别下挫约0.72%,约0.74%及约1.76%,即四大整体楼价指数同时下挫,分区方面, 除港岛楼价指数按周升约1.48%至197.15%,创98周,即2019年8月后,新高外 其余三区指数均下调,当中以九龙跌幅最显著,按周跌约1.96%至182.33%,新界东及新界西同期则分别回落约1.45%及约0.9%。 事实上,二手楼价以累积相当升幅,近期不少蓝丑盘业主也开始加快套现,个别愿意小赞离场。 中原原显案称,上述黄埔花园两期17座高层丝室,实用面积约389方尺,成交尺价约19280元。 原业主于2018年购入,转手账面紧获利54万元。 离家国国永峰族清,荔枝国美夫新穿7月累六十中二手买卖。 项目六期行拍到二号低层丝室,实用面积约716方尺,原业主持货约3年。 辣椒期满积放售,中二998万元沽,尺价约13939元。 物业期内账面升值约10.6%,有部分业主选手离场。 资料显示,北国维港仲录了一个单位,以1100万元登记售出。 单位实用面积437方尺,尺价约25172元。 原业主持货不足四年,账面贬值170万元,但未扣除一手扣入时的现金回赠及优惠。 而市场指上只曾作多次案揭划贷款。 何文田浩田在陆贬值个案。市场透露,项目10座低层户。 刚售1271万元。 较约4年前扣入价账面低约11%。 世纪21期封廖镇洪指。 西贡斩竹湾商号屋下福息单位减价约7%。 以980万元售,约4年占涉约97.5万元。 相反,新界西屋苑楼价继续破顶。 美联赛委结清。 屯门市广场两座高层A室。 日前以535万元售出。 尺价约16824元创屋苑新高。 中原黄勤学称。 元朗Grand Yoho第八座极高层D室。 以1030万元获承接。 创项目2房户2手价最贵。 成交赤价约19770元。 创项目2房户2手价最贵。